他们那时候对这个地方的称呼叫做帕套 所以我们八斗子贝导阿 其实这个地名是音译过来的 八斗子产业观光促进会导览员深入浅出 用说故事的方式带大家了解八斗子 在1926年大正15年 这个金融要在他们绘制的这张地图上 1926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八斗子岛还是与台湾本岛分离的 而八斗子渔民早年使用棉麻制成的渔网 想要更耐用兼防煤 就要运用这种植物 鼠狼 哇 那这就是鼠狼本了 长得很像分鼠 但很难吃 切开一看是橘红色的 乾隆发现广西有一个育普利头非常好吃 那就请刘庸要每年上贡 结果刘庸想说 我从广西送到北京可能都烂光了 我也要被杀头 没送我也被杀头 于是他就用鼠狼去仿芋头给秦龙吃 结果秦龙吃完了以后 把和尚臭骂一顿 然后这么难吃龙银也给我吃 因为不好吃也就没有食用价值 但鼠狼含有丹尼酸及胶质 因此渔民用鼠狼卵剂加强纤维韧性 让鱼网更耐用 切块露水煮成一锅抽下麻辣烫的汤汁 就是待会儿要用的卵剂了 鼠狼卵质的这种成品 它颜色深浅都不一 每一颗切开来去熬汁这个卵汁 都是独一无二的 那早期的渔民拿这个鼠狼来揽这个鱼网 现在的话被我们来 就是希望重新推广这个 我们巴尔在地的这个文化 所以看到这个鼠狼把它 我们制作这个揽汁 就是把鼠狼削皮以后切成片切成钉 之后再下去熬煮 熬煮成这个揽汁 所以这个过程是全天然 结合DIY想要揽出独一无二的布 可以参考八种绑法 导染员一一分解与解说 接下来就要让参与者开始发挥创意 你可以利用自己的构想 你不用害怕失败 布都绑好之后 就要开始进行30分钟的主布揽布 运用这30分钟 跟着导篮老师深入地方 听妙语故事 看古画石痕迹 一路走到大屏超肩带 这堪称八斗子的早甜秘境 出现在眼前 碧海蓝天 礁石绿藻 美不伸收 大伙换上防华力十足的草鞋 踩踏椒盐与海藻 感受海水的清凉 接着把刚拦好的布打开 进行日光浴与海风的洗礼后 就要来海水漂洗咯 怎么变颜色了 变枣红色 对 很明显的呗 就这样独一无二的漂染布巾完成了 游客既能体验在地生活 又能做出鼠狼染布 这个活动我觉得透过不同的绑法 然后就是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创意 然后每一个人绑出来的效果都不一样 然后打开的时候像一个惊喜包一样 然后每一个人做出来就是自己独一无二自己的一条布 这个体验除了这个树狼的蓝蓝之外 我觉得还很有趣的是有听到导览员解说了巴斗子很多 私底下比较隐秘的庙宇的故事 而是我们身为在地的基隆人 真的是很容易忽略跟不知道的细节 那今天透过这样一次导览 让我觉得我有更加的在认识到了 基隆巴斗子这个区域 我觉得非常的值得 海水漂洗 全程鲜明的睿智 同时也带动创意加持 更让人体验在南南大海中 漂洗不惊的热趣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